新冠疫情在2019年底爆發 一年之後 針對新冠病毒的信使核糖核酸 也即是mRNA疫苗面世 在全球拯救了無數的生命 就連當初研發mRNA疫苗技術的Caternan 自己都沒有想過 我沒有想過這件事 但我會在場面 我告訴你 如果你想在場面 你必須成為演員 科技師普通常是靜音 在2018年2020年 我獲獻在洛杉磯 我看到他們在外面 因為在另一間房間 他們已經組織了 醫療部員 去獲得疫苗 是的 我打扮了 我似乎哭 甚至哭了 你會看到 訊息 訊息 在冠病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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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认为第一次养疫苗 我认为没有能够讨计任何方法 因为你只需要改变 新病毒,改变 然后你能发生新疫苗 我认为一天可能会使用 即使人生病治療 或是即使人生病治療 她最近獲得中大頒發榮譽博士學位 來到香港 要她為香港的科研提供一些意見 她就特別著重提到 應該加強對女性科研人員的支援 如果我跟政府說話 我會告訴他們 我不知道是否已經有了 但是高高高性化 妻子還可以採用資料 所以所有女性都可以採用研究 我會看到有更多女性 我們覺得不同 我們需要人類的技術 我們也需要人類的技術 但我們需要女性的技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